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呼吸都很困难 不管行李也好 还是身上也好 全部都是灰 因为电话都没有讯号 完全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 饭店有卫星电话 也是拨不出去 断水断电 他们有发电机 冰箱还有一些库存的食物 大家一起帮忙 跟员工一起走一段小山路 去那边取水 他们就上来说 路其实可以走了 只是要下去的话 要很小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有落实 我们就想说 那就是赶快 把需要帮忙的人 或者是有想要下去的人 我们就一起 先把他们送下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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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